Chinese by Chinese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by Chinese 听新闻 学中文 欢迎来到媒体课程 我是牡丹 我是袁承阳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特别的专题 是的 因为每年的10月1号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庆节了 而今年的国庆呢 又是我们中国的70周年国庆 对 所以在这个要庆祝国家诞生的日子呢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题目 就是中国是如何养活14亿人口的 是的 因为今天的新闻比较长 所以我们决定用两个课时来把它讲完 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 红犯八正 十位正手 70年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美国国务卿爱奇逊 在关于宋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至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 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 必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 言下之意 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解决当时 五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而今天的中国可以养活14亿人 1949年到2018年 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近五倍 人均产量翻一翻 目前 中国是最大的水稻和小麦生产国 水稻 小麦 玉米 三大穀物 字极率超过95% A lot of students of ChinesePod tell us while they love to speak and listen to Mandarin they are a bit intimidated to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 in i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at's why we created the 66-character series try it and see for yourself 从黑龙江到岭南 13个地区为中国贡献了75%以上的粮食产量 由于粮食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差异性 必须通过北梁南运解决南方的粮食需求 虽然粮食主产区分布广泛 但中国只有占全球7%的可耕地 要养活占全球20%的人口 因建设占用 灾毁 生态退耕等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为此 中国政府划出18亿亩耕地红线 依照法律 非法占用耕地罪 最高可判处五年徒刑 新闻听完了 我们今天可以发现这个新闻是特别的长 对 而且它的形式也和我们平常了解的新闻不太一样 你看它一开始是一个叙述性的段落 先讲了70年前的一个事情 之后才来谈到我们中国当下的一些状态 是的 而且它的用语也有很多特色 就好比说它首句就用了一句古文 想要理解这句古文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看 首先呢 红饭 红饭其实是中国古代一本讲怎么样治理国家的书 嗯 所以说八正的意思呢 是不是它有八种政策呀 是的 后面说了时为正守 时的意思呢就是将百姓日常的吃喝 嗯 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让人吃饱饭 对 为就是是的意思 正就是政策 守是首要首先 所以说粮食问题呢就是政策考虑当中最最首要的 对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这个古文就是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段一整段的一个总结 因为第二段呢其实它就基本在讲对于每一个中国政府而言 它要解决的首要的最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人民的吃饭问题 是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是非常的多的 同样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粮食问题 而中国的人口呢则是多于其他国家的 所以这必定会是中国所要面临最重要的问题 对 我们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 对 所以呢 这个第二段它同时也提到 就是至今为止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呢 并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成功的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是的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段 下一段的第一个词呢就是一个成语 叫做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的意思呢就是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 对 它还有一个近义词叫做言外之意 对 这两个词呢我们发现它只有一字之差 就是言字后面呢一个是下字一个是外字 但是总的来说呢无论是下还是外都不是语言之内的 对 意思就是说没有讲出来但是却表达出来的意思 对 可能可以理解为暗示 是的 那么用在这里呢就是在说 美国国务卿爱奇逊在送给杜鲁门的那封信里面呢 其实是在暗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中国五亿人吃饭的问题 对 我觉得他当时有这样的想法也非常的有道理 因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解决粮食问题 这确实是非常非常艰巨的 是的 下一段的开头呢它就说 而今天的中国可以养活十四亿人 这里有一个而 它的意思呢就是然而是表示转折的意思 对 因为呢上一段还在说中国共产党无法解决五亿人口的问题 下面就说到现在已经可以基本养活十四亿的人 所以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下一段 它说从建国也就是1949年到去年2018年为止 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近五倍 人均产量翻一番 诶 那我问你啊 这句话里面有一颗总产量增长近五倍 那么增长五倍那么代表它是原来的多少倍呢 突然讲起了数学 增长五倍的意思呢 应该是原来产量的六倍 因为它是加多了五倍的话 那就是一加五等于六 对了 那么后面翻一番是几倍呢 这就不太确定了 你知道吗 翻一番呢 其实代表的是原产量两倍的意思 哦 那如果我说翻两番是几倍呢 翻两番其实是四倍 那翻三番呢 翻三番就是八倍 哦 原来如此 我们注意到呀 这个翻一番里面有两个番字 而且这两个字呢 长得还有点像 是的 第一个番呢 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是指在空中转一圈 嗯 那现在呢 现在的意思就是加倍 也就是乘二的意思 哦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番字 是前一个番字的左边的部分 这个番字呢 它的意思是倍或者是倍数 对 所以翻一翻的意思呢 就是变成原来的两倍 嗯 说完了这些数学的问题呢 我们再看到下一段 下一段提到 中国的水稻 小麦 玉米 三大穀物的自给率超过了95% 这里似乎又是一个数学的概念 叫做自给率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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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这个词我们也可以拆开来看 字就是自己 就是我们,我自己的意思 己呢,就是给予 率就是比率 那么合在一起呢,意思就是 我们自己供给自己 也就是说 自己生产了粮食 然后我们自己吃这份粮食 就叫自己供给自己,对吧 对,相当于 自己供应的粮食 所占的比例是95% 大家看到这里呢,这个己字 其实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更常见的读音呢 是给我给你什么东西的给 但是这里呢,当他读作己字的时候呢 其实是供给,供应的意思 是的 我们平常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成语 叫做自给自足 对,自给自足的意思 就是依靠自己的生产 满足自己的需要 所以这里的自给率呢 也是同样的意思 这段看完了 其实后面的三个段落呢 主要是在讲中国 在养活13亿人的时候 所欲见的困难 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法 对,我们看到 从黑龙江到岭南 这个段落呢 他讲了我们粮食生产 其实是不平均的 在地区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用 北粮南运的方法 是的 意思是说 北边的粮食产量较高 南边粮食产量较低 所以我们要把北边的粮食 运到南边去 对 我们相似的一个 关于资源的说法 叫做南水北调 就是因为南方的水资源 比较丰富 而北方有些不足 所以会把南方的水 往北边运 是的 上一段中呢 我们提到了 中国有13个地区 都在贡献粮食 但是我们中国的耕地面积呢 却在持续减少 对 而这些可耕地面积减少呢 是有多种原因的 其中包括建设占用 我们可以想象 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建更多的楼房 来供一些人口居住 然后还有生态退耕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呀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了维持生态的平衡 为了让人们 不要再伐木种地呀 之类的 我们要把一部分耕地 变回原来的森林 对 就是由于这些原因 还有一些灾害的毁坏原因 其实耕地面积 都是在不断减少的 是的 这是中国呢 所面临的一个 非常巨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 这次的最后一段中 就提到 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 对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画出了 18亿亩的耕地红线 红线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一种底线 就是无论如何 都应该要保持的 18亿亩耕地 对 而且依照法律呢 如果你非法占用了耕地 就好比说 你要在上面盖自己的房子呀 什么的 是要被判刑的 而且最高会被判处 五年的徒刑 所以由此可见 中国政府呢 是把这个事情 当做了一个 非常严肃的事情 来处理的 对 那么我们就 现在会想到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中国的耕地面积 在不断地减少 粮食却越来越多了呢 嗯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 下一节课 要解答的问题了 同学们也可以 自己先去查一查资料 下节课 再听我们讲课的话 会轻松很多哟 对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4396 So just go to www.chinsepod.com slash 4396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sepod.com slash 4396 ChinesePod ChineseP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